陈有亮60万大军 朱元璋十几万大军 而且朱元璋的武器 是相当的成问题的 双方在头三天打仗的时候 朱元璋都没有占到便宜 而且在第一天 朱元璋就差点被 陈有亮的一个宵将 叫张定边杀死 打到第三天的时候 这个朱元璋的损失非常的大 当然陈有亮也是死了不少人了 但是问题是朱元璋没本钱 伤人一万自损八千 可是对方是六十万 你只有十几万 等到对方的军队 哪怕自己都打光了 你也不能够把对方的军队 全部都消灭 到第四天的时候 朱元璋已经快坚持不住了 他手下有一个将军叫郭兴 他就跟朱元璋说 他说我们双方实力对比太悬殊 唯一的我们的胜利的可能性 就是用火烧掉陈有亮的船 朱元璋说这个主意好 马上就准备了一些小船 里面放上油放上芦苇 但是他碰到了和周瑜同样的问题 没风 如果风不往陈有亮那个方向吹的话 那么只能硬拼 当时这个战争打得非常惨烈 他打陈有亮的船 就跟爬城墙一样 叫做养工 养工不力 这个名史上记载说 朱将有布色 大家都很害怕 朱元璋亲自拿着宝剑 站在船头督战 亲手杀了很多人 当然朱元璋杀的都是自己人 他让他的将军往前冲 凡是退缩不前的将军 朱元璋就杀掉 杀了十几个人 这个时候如果再不起风的话 朱元璋就完蛋了 但是也就在这个时候 是下午 按照这个名史的记载是布时 布时的话就是深时 下午三点到五点的时候 突然间起风了 而且这个风是朝陈有亮的 那个军队方向吹 朱元璋一看 这是千载难封的一个好时机 乘风纵火 陈有亮当时他犯了 一个跟曹操一模一样的错误 他肯定是没有看过三国演义 他把他的船也用铁锁连起来 所以这一把火 陈有亮就打死了他十几万人 朱元璋取得了 几乎是说决定性的胜利 当天晚上 陈有亮虽然损失了十几万 但是陈有亮还有本钱 陈有亮说 我还有一个办法可以解决朱元璋 他说我们明天 我注意到一个问题 他说所有的朱元璋的船 只有朱元璋所在的那个旗舰 它的那个桅杆是白色的 因为它要有一个指挥的地方 大家要知道那是旗舰 所以它有一个跟其他别的船 不同的标记 他说那个白桅杆的船 是朱元璋坐的船 我们明天如果不能够消灭 朱元璋的军队的话 我们就把朱元璋消灭 所以我们明天集中所有的兵力 去进攻那个桅杆是白色的船 他这边都已经布置好了 朱元璋当天晚上也在开会 朱元璋说我跟你们说一件事 今天晚上必须得做到的 什么事呢 他说把我们所有船的桅杆 全都刷成白的 所以第二天 这个陈有亮打仗的时候 一看朱元璋的桅杆全是白的 那陈有亮已经傻掉了 他的整个的心理防线就崩溃了 第二次决战 陈有亮又失败了 双方大概经过了一个月的相识 陈有亮那边两也没了 陈有亮这个人很暴虐 他手下的将军又纷纷地叛逃 最后陈有亮已经是 不可能再跟朱元璋交战了 他整个军队损失太多 最后陈有亮就决定突围 我们知道这个 鄱阳湖 它是像一个口袋一样 南边宽北边窄 那么朱元璋的话 他用他的船把整个湖口全都给封住了 所以在陈有亮突围的时候 他就撞到了朱元璋的一个防线 在这个战争中 一只流屎射中了陈有亮 从眼睛穿进去 从脑袋一边穿出来 一代萧雄就这样毕灭 谁射的呢 不知道 名史上没有记载 这场大战的话呢 彻底的打垮了陈有亮 这个军事集团 也为朱元璋成为明朝的开国皇帝 奠定了基础